各位同學,現在來到Chapter 4 Example 2 我們現在就發覺,這個mm不可以對約 這個5和15不可以對約,因為中間有減號 所以就沒辦法了 抽出comment factor,有 m 5m-n 沒錯 分子就完了,分母有沒有,有個3 然後剩下m-5m 好了,其實有一個hidden的成號 這個5m-n,這個n-5m,好似一樣,但反轉了來減,那怎麼辦呢 你想想,3-4 和4-3,反轉來減會怎樣 數字反轉來加就一樣,反轉來減就不同了 一個負1,一個正1,是不是應該加個負給他 記不記得這個東西呢 好啦,如果是這樣的話,好 你可以變分子也可以,你可以變分母也可以 我們試試這次變分子,好不好 5m-n,我們寫成n-5m 好啦,同學,我highlight給你看一下 這兩個數 是不是一樣 當然不是啦,你調轉來減嘛 調轉來減會怎樣 多個負數的 小心啦 這個負數呢,我寫在上面 因為是負數,不要寫在下面啦 如果寫在中間,別人以為你是減數的啦 寫在上面,不要寫在下面啦 其實呢,就是負m 好啦 那現在就可以cancel啦 OK 其實呢,在上面cancel也可以的 可以省下一樣東西 答案就是負m over3 或者是負m over3 兩個答案都是一樣的 好啦,我們看看呢 b 部分 糟了,b 部分好像沒有common factor 糟了 這裏都沒有y 這裏又沒有x,怎算呢 啊,我記得 我們之前學過呢 每兩項可以group在一起 來抽common factor 記不記得 好啦,來試一下 每兩項抽在一起 寫了一份帽子 這兩項抽些什麼出來呀 沒錯啦,是x 這兩項抽什麼出來呀 3,y,抽3,沒錯 沒錯啦 剩下多少呢 4,對啦 好啦,還有沒有做 咦,還可不可以factorize呢 可以的呀 大家都有y加4,y加4嘛 是不是 抽出來 好,抽出來 整個y加4 抽出來 剩下x加3 份帽是y加4 我們可以給它一個括號 好看一點 這就是 這個是成號來的嘛 factorization factorize 了之後 這個是成來的嘛 cancel cancel 現在就可以cancel了 結果就是x加3 答案呢 你可以寫 x加3 有沒有括號 兩個都是一樣的 好啦,就在這裡啦 這裡啦 就要去 感谢观看